她本一心只想做个善良贤惠的好女人 可谁知老天却偏偏不给她这个机会 非要揪着她年少时的一个错误不放 生生把她逼成恶魔 原来年少时的严真 就和屏幕前的你我一样 也曾经因为不懂事犯下了一些错误 多年来善良的她 每天都在为自己的过错一直忏悔 希望能得到上天的原谅 就这样 经过了十多年痛苦自责的严真 慢慢地开始释怀了 可就在她觉得曾经的污点已经消散 自己终于可以做个好人之使 当年曾经被她伤害过的一个同学 却忽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然而 看着满脸音效的东恩 严真虽然明知道她这是来复仇的 但爱于自己确实是曾经犯过错 善良的她原本是决定不再反抗 并决定接受女人所有的报复 彻底解决掉这件成年往事 可当她得知东恩竟然成为了 她孩子的老师 并亲眼看到一把剪刀架在她孩子脖子上时 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于是 她带着深深内疚和百亿的赔偿 希望东恩能够原谅她 可谁曾想 早已经被仇恨迷住心眼的东恩 根本不接受她的道歉 非要为过去世复仇 这下严真彻底的慌了 于是 她找到学校校长求助 希望能换个老师 可谁曾想 东恩早就搞定了校长 校长直接拒绝了她的提议 无奈之下 她只好找到老公 希望能尽快出国 可她哪里知道 此时的老公 也已经早被东恩迷的死去活来 就差跟她离婚了 怎么可能还出国呢 就这样 到处碰壁的她 每天都生活在被报复的恐惧中 看着自己这可爱的孩子 可能随时会遭到毒手 善良的严真彻底爆发了 此时此刻 她已经不能再坚守善良的底线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她决定再让自己成为一次恶魔 你不是我的自信 我不是我的自信 我不是我的自信